昆明劫持人质案件 致意死欺伤 犯罪嫌疑人被击毙 千龙网 中国首都网 请点赞 订阅并转发 谢谢 来源标题 昆明劫持人质案件 致意死欺伤 犯罪嫌疑人被击毙 1月22日17时许 云南昆明市发生一起劫持人质案件 一名男子在昆明市五华区华山街道辖区 东风西路云南师范大学 部署实验中学门口 持刀智商欺人后 劫持一名人质 犯罪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 其犯罪行为已造成欺人不同程度受伤 一人惊抢救无效死亡 现场视频显示 一名戴着帽子的男子坐在云南师范大学 实验中学门口 持刀对着一名身着黑色衣服的男子 前方围绕着诸多警察 地上散落着几个书包 男一女子在台阶上与犯罪嫌疑人对话 犯罪嫌疑人则拿着喇叭对下方喊话 击毙发生后 人群尖叫跑开 云南昆明市警方发布警警通报 当日时期时许 昆明市五华区东风西路发生一起劫持人质案件 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 人知获救 新警报记者从昆明市公安局获悉 该案目前正在调查中 昆明市公安局五华分局的警警通报 图片来源 昆明市公安局五华分局官方微博 据云南发布官微消息 1月22日21时30分 昆明市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劫持人质案件详细情况 2021年1月22日时期时许 一名男子在昆明市五华区华山街道辖区 东风西路云南师范大学部署实验中学门口 持到智商7人后 劫持一名人质 接警后 昆明市公安局五华分局迅速调集警力赶到现场处置 对犯罪嫌疑人开展情绪疏导工作 昆明市公安局调集相关力量到场支援 18时40分许 现场处置特警果断开枪击毙犯罪嫌疑人 安全解救人质 警察 涉案嫌疑人王某侠系昆明人 男 56岁 其犯罪行为已造成7人不同程度受伤 一人惊抢救无效死亡 伤者已第一时间送医救治 目前 伤员救治 案件调查 家属安抚等相关工作正在开展中 云南师范大学实验中学对面店铺的老板告诉心惊暴击者 劫持事件发生在17时左右 在店里远远的看到了一眼 后来由于拉了警戒线 警戒线直接拉到我们门口来 我们就不能出去了 上述店铺老板介绍 封锁从17时左右就开始 直到20时还没解封 1月22日 1月22日17时许 云南昆明市发生一起劫持人质案件 一名男子在昆明市五华区华山街道辖区东风西路云南师范大学部署实验中学门口 十道治伤症 十道治伤七人后 劫持一名人质 犯罪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 其犯罪行为已造成七人不同程度受伤 一人惊抢救无效死亡 现场视频显示 一名戴着帽子的男子坐在云南师范大学实验中学门口 十道对着一名身着黑色衣服的男子 前方围绕着诸多警察 地上散落着几个书包 男一女子在台阶上与犯罪嫌疑人对话 犯罪嫌疑人则拿着喇叭对下方喊话 几避发生后 人群尖叫跑台 云南昆明市警方发布警警通报 当日时期时许 昆明市五华区东风西路发生一起劫持人质案件 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 人质获救 新警报记者从昆明市公安局获悉 该案目前正在调查中 昆明市公安局五华分局的警警通报 图片来源 昆明市公安局五华分局官方微博 据云南发布官微消息 1月22日21时30分 昆明市召开新闻发布会 通报劫持人质案件详细情况 2021年1月22日 时期时许 一名男子在昆明市五华区华山街道辖区 东风西路云南师范大学 部署实验中学门口 持到智商7人后 劫持一名人质 接警后 昆明市公安局五华分局 迅速调集警力赶到现场处置 对犯罪嫌疑人 开展情绪疏导工作 昆明市公安局调集相关力量到场支援 18时40分许 现场处置特警 果断开枪 击毙犯罪嫌疑人 安全解救人质 警察 涉案嫌疑人王某侠系昆明人 南 56岁 其犯罪行为已造成7人不同程度受伤 一人经抢救无效死亡 商者已第一时间送医救治 目前 商员救治 案件调查 家属安抚等相关工作 正在开展中 云南师范大学实验中学对面店铺的老板告诉心惊爆记者 劫持事件发生在17时左右 在店里远远的看到了一眼 后来由于拉了警戒线 警戒线直接拉到我们门口来 我们就不能出去了 上述店铺老板介绍 封锁从17时左右就开始 直到20时还没解封